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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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联署书之后 他们还需要再送到哪里 或者是每一个人都要花 几十块钱的挂号费寄过来 我想也不必这么麻烦 所以我们推出来了第二个 超前部署是 我们今天开始募集 愿意作为我们 回收联署书的 这些店家 或者是个人的家里 那我们上面呢 有一些相关的资料 要请他们填 包括如果有商家 就请填商家的名称 那详细的地址一定要给我们 那有详细的地址 那我们可以公布在 我们相关的网站上面 让民众呢 当他们 写好了联署书 他们就可以直接送到附近的回收站 那附近的回收站 如果累积多了 他可以会整 或者送到我们可能在 全国的各乡镇市 每一个地区呢 都有一个主要的回收点 先送到那里 最后再会整到我们 整个工作小组来 我们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可以在正式启动之前呢 就可以做的 那包括未来 我们一定要跟所有的社团 甚至包括各个政党 跟他们接触 那我们现在呢 跟时代力量跟民众党 跟国民党 都有蛮良好的关系 因为他们也都关注这个议题 所以我们认为 未来和这些相关的团体 等于是跟全国各个社团 政党都建立关系之后呢 那这个联署呢 我们相信会很有效的 会普及到各个阶层 那这个之外 我们未来也会进行 包括跟国际友人的联系 我们可能会召开一个国际记者会 要把这个问题呢 凸显到国际上去 让国际来了解 我们这么珍贵的 早教地景和生态系呢 是值得保护 他们可以跟我们来一起 呼吁我们的政府 及早宣言热马 那还有其他相关的问题 另外一个主题呢 就是中游的工作船 又在20号当天晚上呢 出事了 为什么会出事 就是因为那里海巷不佳 他们去年就已经在台北港 发生了 为了要把城乡呢 移位结果呢 就造成了四个工人 而且这都是外籍的工人 死亡的事件 那今年3月23号 他们的无动力工作船 也是搁浅 然后伤害了我们 非常大面积的藻礁 和柴山都被捧山谷 那这一次 才过多久 又发生了 那这边明显是海上不佳 我们的政府 一定要挑这个地方 来作为唯一的方案吗 可是我们发现 很多的资料显示 在过去择取这些 所谓三阶的时候呢 是有很多替代方案的 甚至有比观塘 更快速的方案 这些资料呢 我们都有可能 在未来的内厅政会 不过因为内厅政会呢 被陈吉仲这么 主委呢 这么一拖下来呢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在他还没有开之前 我们也会努力的 我们会寻找各党派的立委 来先开工厅会 那透过工厅会 也许也可以把这些问题理清 也就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全力的冲刺 这三十五万份的 连署人资料 我们会希望能够一鼓作气 把它弄出来 那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也希望 藻礁保育的知识 和这个开发案的不正当性 还有执政当局的 一些儿戏蛮行的 这些过程呢 都可以把它凸显出来 让全民呢 在这场公民运动里面呢 真正的成熟 真正的 可以 作为一个 现代公民 应该有的素养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请我们 台湾公民参与协会的 理事长 何忠勋 来为这件事 发言 谢谢 首先我还是要非常敬佩我们潘老师 还有我们律师群 在这好几年来 对藻礁不断的努力 那我因为是因为公投的议题 才后来加入 那当然公民团体一直很担心 中选会会在公投这个地方做首脚 甚至否决这个提案 不过很高兴了 至少这一届的中选会的委员 还能够体察民意 那我们这个提案过 但是虽然过 这个时间还是有所拖延 原本的一个公投 提案是可以用半年的时间做连署 刚刚潘老师已经讲过 我们能够连署的时间 只有不到三个月 大概两个半月 而这两个半月又要扣掉 国历年跟农历年 还有一些假日 所以其实真正能够连署的时间非常有限 当然提案的时候 是获得五倍 一万人的连署 但是第二阶段的承案 要高达三十五万 绝对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字 而且这三十五万 还要再印两份的备份 所以需要非常庞大的空间 还有能力 所以这个也是在第二阶段进行之后 也需要我们国人 关心藻礁的朋友 能够来支持 那么执政当局 假经济发展行伤害破坏 环保团体希望能够透过环境保护 留给我们下一代的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是两个价值的选择 而民进党他也长期以环保自居 可是在藻礁这个议题上 我非常的讶异 居然是背离环保 那么我们可以从昨天的秋斗 很少有秋斗 能够有跨议题的团体来投入 所以昨天的秋斗 虽然有政党的元澳 号称了高达五万多人 但是重点不是在 而是在于老百姓 这股怨气决定要来宣泄出来 而且这股怨气 他昨天就是一个开始 那当然随着藻礁成案之后 开始到各地发起了公民运动 我认为民进党更应该要谦虚 那当然蔡英文总统来选前 呼吁先驱 选后也强调沟通的重要性 可是非常遗憾 在六月四号跟我们环保团体见面之后 他所承诺的内听证 他是一个没有具备法律效应的内听证 只是一个沟通 都可以从八月拖到九月 九月拖到十月 甚至到最后说很抱歉 因为这个实在是压力太大 所以呢就无限期的搁置 那既然呢 沟通没有诚意 那么既然呢 那个对话呢没有诚意 甚至呢 蔡总统在六月四号要求各部会 就是被列管的议题 要在九月跟十一月份呢 直接跟我们的团体对话 那么跟藻礁最有关的就是海委会 很遗憾的 从六月四号到现在 海委会从来没有跟我方呢 做过任何一次的对话 也就是说呢 海委会主委呢 根本无视于总统的存在 所以我们觉得未来 传闻啊 在那个农历年前啊 会有一波内阁改组啊 我这边认为最应该要下台 就是海委会的主委 表现非常的差劲 没有当当 然后呢 作为海委会应该要保护我们的海岸 海岸环境 居然放任了整个的那个环境的破坏 这是非常糟糕的 那么不管如何啊 我们还是希望呢 总统的承诺内经证 还是要旅行 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等待到 法定的 就是说他们内部沟通的时间 是11月底 如果11月底呢 那个海委会还不再沟通的话呢 还有包含其他的议题啊 我们会在12月初啊 再开一次记者会 所以我们觉得台湾的环境运动啊 都在创造很多的奇迹啊 从过去的那个保护白海豚啊 到抢救阿朗伊武道 我们的环境运动呢 都是台湾进步的火车头 而且成为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典范 那么我相信我们的藻礁运动啊 虽然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短促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连锁啊 一定可以过关 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多多的支持 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一起来为台湾的环境而努力 好谢谢 谢谢何理事长 接下来我请我们长期以来呢 为藻礁投入争斗十余年的 满眼新族生态协会政治律师蔡兰 蔡律师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在上周五中选会已经核定 珍爱藻礁风投是合于规定了 所以但等到他含群 那个含群 护政机关核对十五日完成查队后 就可以领取联署出隔室 明测隔室开始进行联署 那我们预估大概预计大概十二月上旬左右 应该说有机会展开二间的联署 那这段期间我们也呼吁说 所有支持我们就是珍爱藻礁的朋友 可以在这段时间 虽然说我们还没有办法开始展开联署 但是可以先上网来登记 就是说你有意愿来帮我们联署 然后也开始在家里就可以开始想 所以我有哪些朋友 亲密朋友 可能会支持这样的联署 就都算还没有办法正式的开始联署 但是你先登记 等到收到联署出隔室 我们就会第一个寄给你 把那个email 就把档案寄给你 然后你也可以先想 有谁会加入联署 那风名投票的二阶联署的话 大概需要二十九 就法定的分数大概是二十八万多 将近二十九万份 那因为有可能会有先填写错误的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抓安全分数 就是说目标是设定在三十五万份 那因为现在的公投法修正之后 明年的公投的日期已经确定了 就是八月二十八号礼拜六 那如果错过了这一次的公投 就还要再等两年 那两年的话 我们相信早教育生态 已经会被破坏得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能够在明年的二十八号 就能够顺利的公投 那公投其实在法律上 它有一些必须完成的期限 其实我们拿到福利主书的话 还要经过整理 就把它分类整理 然后中选会的清查也需要时间 然后还有法定六十日的 附证机关的合罪时间 这样又两个月 然后还有在十日内 十日内做公投成立的公告 还有公投必须要的公告 正式的公告 是要在那个公投日前九十天 所以等于就是各种时间扣下来的话 我们预计如果要在明年八月二十八号完成 有机会进行公投的话 大概要在二月底前送件 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 就是说十二月上军 可能可以开始展开二阶公投 可是要在二月底之前完成送件 所以这是一个很艰困的任务 但是我们也不气馁 因为我们第一阶段的提案 就大概有将近一万人的参加 那我们想 如果每一位 就是这一万位提案的人 每一位能够再拉五位朋友 而这五位朋友再拉五位朋友 然后最后再继续下来 有三成的朋友愿意帮我们再拉五位朋友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大概会有四十一万多的联储书 那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去想 想尽可能的帮我们多拉一些朋友 那再来是我们还是要重申 大台这个地方 它海啸条件非常恶劣 一再的发生搁浅的事故 它根本不是一个好的天然气接收站的场子 而且它这个藻礁的生态系 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罕见 而且也是台湾唯一的海洋客家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所以我们认为 然后再加上大家都很关心 听外敌入侵的问题 那桃园这边的藻礁 它常常能够让船舶割险 它事实上也是一个天然的海防 让如果大型的军舰很难靠近我们国家 所以我们认为 不管从生态保育能源安全 文化保存或是国防安全 我们都认为 三间牵纸是最好的方案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 大家年满18岁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来联署 然后共同促成这件事 谢谢 好 谢谢两人律师 接下来呢我请 满意新竹生态的理事长 陈宪正 陈律师 谢谢潘老师 谢谢各位的理事长 今天我们来开记者会 除了公投之外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 我们要谴责中油 我们要谴责环保署 我们要谴责海委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从去年12月 到现在还没有满一年 中油就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公安 上一次的环保署的审查的时候 中油还一再共同保证 它不会再发生了 今天搁浅的都是工作船 如果以后建岗完成之后 它搁浅的可能就是LNG船 可能就是天然气船 中油它有能力 可以做好吗 从这三次的公安事件 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个 中油的施工品质非常堪虑 它真的有能力 可以盖好这个桿吗 第二个 环保署 台委会 你们严重失职 因为这个地方海向这么差 上次的审查 你们按照中油所提供的资料 还是给它审查通过了 认为它不用处罚 没有问题 结果今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一个事故 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 那我们在这边 其实要呼应到我们的公投的题目 其实我们公投的题目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是希望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可以迁离大潭海域及海岸 这个诉求其实它非常的单纯 就是因为大潭它在台湾的一个海向非常的一个恶劣 我们认为它不适合来盖这样一个天然气接收站 其实台湾有更适合有更安全的地方 但是开发单位 但是中油 但是经济部 他们都不愿意去考量 在背后的原因 我们之前在记者会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 因此我们呼吁 在这一次的事故 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要立即停工 而且要严惩中油 谢谢 好 谢谢陈律师陈律师长 那接下来我请 环境法律人协会的局势长 姜律 姜律十八年 谢谢范老师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 刚才蔡雅寅律师还有范老师 已经报告了关于这次二阶段联署的人数 我们要满足286997人 那安全分数是35万份 那我这边要报告的是谁可以来联署 这一次的二阶段的联署通头的部分 那依照公民投票法 七条跟八条的规定 你只要满足下列三个条件的人 你就可以联署珍爱找交通头 很多的朋友都会问我们说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一般老百姓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联署 只要你满足下列三个条件 你就可以联署 第一个是你年满18岁 第二个是你没有受监护宣告 白话来讲就是你的心事正常 没有一些失智的状况 第三个就是在中华民国继续居住 六个月以上 有关于年龄跟居住期间的计算 是要算至联署人名册提出史为准 刚才潘老师已经报告 我们珍爱找交通头的团队 是预计在民国110年的2月底 我们看了一下 2月26号是最后一个上班日 向中选会来提出联署人名册 因此你如果是在民国92年2月25号 韩这一天之前出生 并且你在109年的8月26号韩之后 继续居住在中华民国境内的话 你就可以来联署 因此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公民朋友来联署 比如说位于在桃园市境内的这些大专院校 例如中央大学 国立体大 原制大学或者是长庚大学 或者是你是桃园的子弟 你到其他的县市去就读 比如说到台北来就读台大 政大 普大 到高雄就读中山 到台南就读成大 到新竹就读清大 到花莲就读东华 到嘉义就读中正大学的这些桃园的子弟们 其实你们可以做的就是在你们的学校里面 透过系所 透过社团 透过学会 然后来发起在校内的联署 你们都可以用你们自己小小的力量 我们相信可以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公民运动 那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都可以透过你们的行动 来成为藻礁的守卫者 谢谢 好 谢谢张律师这么简要而明晰的说明 这一次呢 二阶联署 我们终于看到了 时间虽然很短 我们会尽全力让这个异体发酵 让全民来认识 扫焦保育的重要 来了解这个开发案的不当 来清楚地看到我们很多的政治人物呢 其实是夹着不同的目的呢 来让这个开发案一直满滩地走下去 那在中游的部分呢 我们呢 希望他们赶快 确认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太适合作为天然气阶烧战的地方 赶快启动异地建战 以免遗误了我们国家能源转型 这么重要的目标 好 谢谢各位的记者 有没有要提出来的问题 那我们陈律师呢 有要补充一点 我觉得这一次的公投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 目前 中游 不然是中游 经济部门跟我们讲说 本届没有替代方案 但是我们现在公投的第二阶段 已经见在弦上了 一个国家这么重大的经济建设 居然可以因为这个没有其他的方案 就选择不去研议 这个其实是非常离谱的 因为他们是认为公投不会过吗 如果今天假设公投过了 那前面花了那些钱 难道都不用做其他的处置吗 所以我们也呼吁中游跟经济部 应该要立即提出替代方案 而不是在那边坐着等 以为公投真的不会过 谢谢 好 谢谢陈律师 那如果记得没有问题 那我们最后再顾个口 好 好 我们最后再五个口 好好好 二阶联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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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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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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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工调查 停工调查 好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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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